无论是正史还是三国演义 刘备给大家展现出的形象 一直都是非常仁义 且对汉室忠心耿耿 一心想要匡扶汉室 如果刘备最后真的一统天下 复兴了汉室 他会让位给汉宪帝吗 关于刘备统一天下后 究竟会不会让位于汉宪帝 其实我们从刘峰这个人的遭遇和结局 便可以看出 那么刘峰是谁呢 他这一生经历了什么呢 结局是什么样的呢 接下来我们好好分析一下 刘峰本是长沙郡 一个刘姓人家的外甥 他原本并不姓刘 而是姓寇 刘备来到荆州后 由于常年西夏无子 于是收养了刘峰 传承刘家香火 注意了 刘备在这里收的是养子 而不是义子 这两者之间有本质的区别 养子相比于义子 有一个更大的优势 那就是养子有继承权 就拿吕布来说 吕布虽然是董卓的义子 但是董卓死后 其实吕布是没有继承权的 他是不可能继承 董卓的军队和权力的 但是刘峰不同 刘峰乃是刘备的养子 他是有继承权的 刘备死后 刘峰是可以继承刘备的家业的 所以说 在刘善出生以前 其实刘峰 才是刘备的第一继承人 相信当时 刘备把刘峰收为养子 而不是义子 也是打定主意 让刘峰帮他延续血脉的 不然他完全可以收 刘峰为义子 而不是养子 刘峰从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 一下子成为刘备之子 这算是麻雀飞上了枝头 变成了凤凰 可遗憾的是 刘备在47岁这一年 生下了刘善 刘善的出生 对于刘备来说 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因为他终于有亲生儿子了 但是对于刘峰来说 这个消息其实是挺残酷的 因为养子虽有继承权 但毕竟不是亲生的 只要刘善存在 刘峰势必无法再继承刘备的家业了 刘峰命运的转变 都是看在眼里的 只不过大家都没说破 而刘备这边呢 做的也并不是非常过分 他只是把刘峰安排在了军队中 让刘峰做一个武将 并没有把刘峰一脚踢开 其实从刘备对刘峰和刘善的区别对待 就可以看出 刘备还是更喜欢自己的亲生儿子 这其实也是人之常情 不过接下来 处似刘峰的一幕 就让人觉得非常寒心了 汉中之战后 刘备让刘峰和孟达进攻上拥 后来孟达反叛 刘峰战败撤退 回到刘备身边的刘峰 受到了责备 而刘备责备刘峰的两件事 一是欺凌梦达 二是不救关羽 很多人看到这里 认为刘峰该死 是他害死了关羽 要不然荆州不会丢 蜀汉不至于快速衰败 对于这一点 本文想为刘峰鸣不平 刘峰在这两件事情中 确实犯错了 但是罪不至死 首先 我们说刘峰不救关羽之事 关羽发动相反之战的时候 确实命令刘峰出兵增援 但是刘峰拒绝了 刘峰拒绝关羽出兵的命令 其实是在情理之中的 当时刘备集团为了打赢汉中之战 整个一周几乎都到了男子战 女子运的地步 国力损耗严重 而打下的汉中 又是被曹操搬空了的汉中 刘备根本无法从中得到充足的补充 所以说 刘备虽然赢得了汉中之战 但仅仅是惨胜 短期之内 刘备集团根本不可能再对外发动战争了 然而就在刘备集团非常疲惫的时候 关羽贸然发动了相反之战 而且还越打越大 远远超出了正常的规模 荆州这个地方 不仅仅有曹魏势力 还有东吴势力 而且东吴和刘备集团的关系 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就在不久前 东吴还发动了对荆州的进攻 逼得刘备亲自带了五万士兵前去解围 所以说 东吴其实一直对荆州忽视眈眈 在这种情况下 关羽不应该发动对曹魏的大战 如果说这是刘备的命令 还比较好理解 可重点是 刘备刚刚打完汉中之战 哪里有能力去支援关羽 而且从整个战事的发展来看 相反之战期间 刘备根本没有对关羽支援过一兵一卒 可见这场战事 刘备其实是不大愿意打的 至少刘备不愿意爆发 如此大规模的一场战争 刘峰不出兵支援关羽 一方面确实是上庸刚刚归附 而且刘峰的军队才参加完汉中大战 根本不敢去支援关羽 另一方面 关羽的调令也有很大的问题 上庸这个地方 原本是属于汉中管辖 而不是荆州管辖的 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 关羽是无法调动刘峰的 关羽要想调动刘峰 应该通过刘备下命令 而不是直接调动刘峰的队伍 这是跃拳的行为 其次 我们说刘峰欺负孟达之事 刘峰欺负孟达之事确实是发生了 但是相比于刘备对孟达的所作所为 刘峰做的并不算太严重 孟达和法正是朋友 当年他俩一起投靠刘备 结果刘备只重用了法正 对于孟达 刘备将他安排在紫规 到了汉中之战末期 法正的地位已经升到了蜀汉第三 仅次于诸葛亮 这时刘备才开始启用孟达 让孟达去进攻防灵 孟达虽然轻松攻下了防灵 但是却杀了诸葛亮的姐夫 这令刘备非常不爽 于是刘备让刘峰前去辅助孟达 不过名为辅助 实际上就是监视打压孟达了 后来孟达攻下了上拥 举手攻 结果他的官职最小 其他人的官职最大 连当时的降将官职都在他之上 而且之前孟达的一毒太守之位也丢了 所以说孟达是打了胜仗 丢了官 郁闷死了 而孟达为何会有此遭遇 不就是因为刘备在背后打压他吗 相比于刘备对孟达的打压 刘峰的那点欺负算什么 从表面上来看 欺凌孟达不救关羽 这都是非常恶劣的行为 完全可以军法从事 但是刘峰知道 这背后都有隐情 他都有正当理由来解释 所以他罪不至死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当孟达劝降刘峰时 刘峰直接拒绝了 转身回到了刘备身边 他认为自己做的事罪不至死 刘备不会杀他 结果事实证明他想错了 诸葛亮一句 刘峰刚猛 一世之后终难治愈 说刘备去世后 万一刘峰作乱 谁能制止他 直接点醒了刘备 让原本还想放刘峰一马的刘备 直接下令处死刘峰 令人感叹 刘峰千算万算 也没有算到 他和刘备这么多年的父子感情 竟然抵不上权力的威胁 因为刘峰有继承权 他的存在是对刘善的威胁 在权力面前 什么父子亲情 全都是虚幻的 真实的刘备远没有表现的那么仁义 看看刘峰的结局 还会有人说刘备会让位于汉仙帝吗 为了保护刘善的权力 刘备可是连杨子刘峰都杀死了的 刘峰好歹和刘备是有多年的父子之情的 指望刘备让位给汉仙帝 估计是不可能的吧 如果您觉得本期节目还不错 请您别忘了按一下屏幕右下角的订阅按钮和小铃铛 方便下次给您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下期节目